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二節 繼續有Ricky和Samson和我們聊聊天 另外一件事我想問一下兩位 就是現在很多青少年都因為網絡社交發達 接觸很多世界大事很快就知道 可能他們都會 特別是年青人 他們可能有很多問題 或者他們就會走來問爸爸 為什麼這麼不公義 這麼不公平 你們作為記憶圖的爸爸 是會怎樣去 可能用回聖經的話語去教導他們 又或者像Ricky 你本身都做很多青少年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是每一個年代 《魯家呼音》講到按時分糧 其實就是在不同的日子 其實它一定有社會環境 土壤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好管家 即使是一個小生命 或者是嫁回一個年青人 其實我們都是上帝讓我們這麼榮幸 和祂同行 頂其量我們只是一個托管者 怎樣去管理他們的生命 但是在這個過程裡 一定有一個時代性 正正就是剛才你說的地氣 現在大家可能都活在很多的多重壓力 例如青年人的絕望感 儲極錢都買不到一層樓 也沒有上樓的動力 因為那些位置的確是越來越少 工作時間也很長 只要用AI、機械人取締了你 知而此類的時間長 那種絕望感 我想其實這些年青人 或者是包括自己的小朋友 他第一是希望我們 好像我們剛才說的 就是我們比較真 其實爸爸 你知不知道我們很絕望 哇 你就立刻背一百句金句 就立刻死了 事實上即使是聖經的聖言 都是幫助我們走 不是幫助我們說的 我們自己的大人 我們是怎樣用這些聖經的教導 來生活 這種真實來呈現給他 我試試講一兩樣 就是我和青少年或者最近的社會事件 大規模大家都進入了很多的困擾 那我的確是那一早早 我出門口就寫了一封信 就是電子信 就給我兒子的 我想告訴他 你做每一件事 尤其是進入社會的回應 或者某些行動 其實是很嚴肅的 還有不要說你年輕 因為聖經說 不要叫人少看你年輕 換句話說 你做任何事都要負責任 你即是提醒 我在年輕人的工作裡 我經常都跟他們分享 《尼家書》六章八節 很多時候 我們就拿著一個行公儀 就放大了 但是好憐憫、全謙卑 就縮得很小 然後還叫你與神同行 即是說 其實無論你的公儀、謙卑、憐憫 都是邀請聖靈與我們一起 無論如何 在我自己信仰的路上 我覺得謙卑很重要 而能夠謙卑 才可以讓上帝介入 聖經也教導我們 總要祝福不要就座 甚至教導我們的愛 比得前書說 就是說 你能夠愛你的 值得愛的人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愛你的仇敵 裡面就有很深刻的尊重 甚至包容 你不是包容祂的不好的行為 你是因為祂的原因 無論如何 聖經不會容許我們 你不仁我不義 因為聖經說 不可以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那我覺得這些 其實只要我們很清晰地 將聖經和耶穌作為一個 好牧人和牧人的形象 通過信仰來展現給他們 那Samson 你又說一下 你的小朋友 會不會有很多這些 有時對社會 他們就相對小一點 會不會對學校的人 為何會有這麼多功課 為何外面發生這麼多事 會不會有很多這些問題 不要說小朋友 我們對任何事情 一定會有很多不滿 不過小朋友 他就表現出來 但我經常有個教導 譬如說回教會 很悶 譬如說 教會在廁所很骯髒 OK 你便去清潔 你廁所擦你也買了 麻煩你 買了一些結紙什麼 洗完 那你就在這裡 然後你便黏了一張紙 你告訴每一個弟兄姊妹 要保持長期 之後自己洗髮什麼什麼 你便要做這些事 不要停留在埋怨 投入的時間去改善 去感染 去努力 在那裡 那個心智才是長遠 要改變是人的惡變善 人的努力 投放在建設 投放在上帝的國那裡 最後呢 都有沒有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你覺得可以傳遞給我們 現今的年輕人呢 我想正能量上 這方面 年輕人他們是一個被感染的對象 甚至可以說 在大人世界他們是一個被教育的對象 但我們大人教會 掌控這個教育的時候 第一 要真是樂觀 第二 真是要聆聽多些年輕的心聲 第三 是走入年輕的世界與時並進 還有用他們的語言 用他們的模式 甚至大人 我們也多一些在手機上面 了解多一些年輕的世界 不要只管著做事 是 我就想 萬民都在手機裡 事實上上帝在門後的日子 給了一條公路給我們就是WiFi 這條線懂得用 是很好用的 第二個 就是環球的視野 就是說看東西 不要一種小島的角度 於是你就困獸鬥 就將那個問題擴大了 其實還有國際的視野 最低限度都有大灣區 G20其實都是很 就是存在了很久 突然之間現在年輕人才知道 有一個叫G20 但是環球的角度 讓我們胸襟廣闊一點 只要你看到機遇 就是出路了 第三樣就是創意思維 都是保留的教導 它是心意更新而變化 但是我們又要察驗 哪樣是上帝純存可喜悅的 所以如果從這些角度 我覺得是很正能量的 就是我們懂得善用上帝 今時今日給我們所有的工具 和年輕人同行 也都將這個福音 能夠傳到地極 我想還有一件事不少的 就是我們要多些為年輕人 為這個城市祈禱 不如最後能否請兩位都 幫我們做一個祈禱 來結束 好 天父我們仰望你 我們知道你很愛這個城市 也都是很愛我們的年輕人 因為每一個年輕人的生命 都有他的精彩和你所塗造的 保守我們每一個年輕人的家庭 作為父母的 我們都反省我們怎樣去塑造它 而且這個小生命 怎樣回應社會的每一方面 就讓尼家書六章八節 裡面的行公義 好憐憫 全謙卑的心 他們都能夠邀請你每一天 與你同行 我們就知道你的平安 是藉著我們每一個的新生代 來進入這個城市 主啊 我們知道每一個孩子的生命 都是你交給我們大人去託管的 每一個生命 他們都有自己的道路 現在香港這個城市 很多年輕人 他們都處於一個… 有點迷惘 可能又有開心 又有擔心 又不知道怎麼辦 又不知道怎樣找到 未來方向的情況那裡 裘主你真是賜智慧給年輕人 求主你也都令到教會有力量 令到基督徒有生命 他們去帶領年輕人 走他們當行的路 做他們當做的事 讓我們和年輕人的智慧 真是多些看聖經 多些在上面吸收話語 去判斷人世間的一切善惡 希望我們的靈命、我們的智慧 以至我們的行為 以及年輕人都與日成長 與日俱生 讓我們有完備的生命 我們知道屬天有屬天的事 地上有地上的事 就讓我們全謙卑的心 如果不謙卑是沒辦法與你同行的 感謝你 奉主耶穌基督得聖的名字祈求 Amen 再一次多謝兩位爸爸和我們 分享了很多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意見 我們都同樣 我們希望上帝會繼續祝福我們這個城市 更加特別是祝福我們的年輕一代 希望他們一直走他們前面的道路 都是由神去托著的 接下來也有兩個聚會 希望邀請各位觀眾來參與 第一個就是這個星期六晚七點半 在創世基典這裡會舉行 全城困擾、情緒舒緩、心理健康講座 由廖廣新醫生和葉大維博士主講 另外逢星期三晚七點半 同樣在創世基典這裡 就會舉行為者成求平安祈禱會 講完就是以立基金總幹事 陳歐陽桂芬女士 如果你又或者身邊的朋友 近期有這方面需要的話 歡迎快點來報名 參與我們的講座又或者祈禱會 來到節目尾聲了 為大家送上各星使團的 你是耶穌、我的一切 希望未認識耶穌的朋友 特別是年輕人 可以認識這位生命的主 以至他們的人生可以變得不一樣 走前面的路的時候 之後也會有神一路帶領著 願江山來看述我邀困 你是耶穌、至善、至美 讓我用口來宣告你兩禮 因你的愛眼淚傳被你衝洗 沒有錢 沒有錢 人生便沒有責運 你是耶穌、愛我到底 為了你是我所愛的 全力將心轉送 你說我的一切 永遠你 為我擺上的 愛是那麼完美 讓我 賺送永遠你 你 歷世萬般 誰可與你相比 穿貴的你 總是神誕卻欠秘 願我生 來提醒我邀困 你是耶穌、至善、至美 讓我用口來宣告你兩禮 因你的愛眼淚傳被你衝洗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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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便沒有責運 你是耶穌、愛我到底 為了你是我所愛的 全力將心轉送 你 你是我的一切 永遠你 為我擺上的 愛是那麼完美 讓我擺上的 讓我擺上的 讓我擺上天 讓我擺上的 要你 神、你 神、你 是我所愛的 神、你 全力將心轉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